早上好 欢迎回到6月24号的百革晨报 我是陈辉 好几个月前 柔佛巴西古当发生了毒核事件 导致多所学校停客 结果分波才结束不久 巴西古当再次发生空气污染事件 造成62个人送医 16所学校停客4天 直到这个星期四 而这也是今天 新州和新海峡时报的头版新闻 由于到现在为止 还不知道造成空气污染恶化的源头 所以新海峡时报的头版 大标题就打了大问号 至于是否重演金金河被污染的事件 目前环境局还在调查怪味的源头 今天每日新闻头版独家报道 政府辅助农民的肥料津贴 由于资料不完整 导致津贴被滥用 也让政府蒙受大约19亿令吉的亏损 新报头版专题报道 犯罪集团盯上大马青年 招募他们走私毒品 武统和伊斯兰党的关系 从过去的政治宿敌 发展到现在的政治同盟 誓言要结合力量 在来届大选执政中央 前天伊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中 正式通过两党的政治联盟后 网络就流传了一份 在业党的影子内阁名单 其中有大部分都是巫统领袖 伊党只获得六个部长职位 根据这份名单 巫统还是掌握首相大权 并由戴主席穆罗默哈山出任 副首相则是伊党树立主席伊布拉辛 至于前首相纳吉和伊党主席哈迪亚旺 受委为政府顾问 还会破风敦的巡弦 说到在业党 当然也少不了马华和国大党 其中马华总会长为加强出任交通部长 马辛总团长王小婷 则是担任科学及环境部长 另外国大党主席威尼斯瓦兰 掌管人力资源部长 以及处理主席沙拉瓦兰 出任天然资源部长 值得一提的是 还在告假的巫统主席阿末扎西 以及前巫卿团长凯里 双双被淘汰出局 反而是退出国阵的沙拉瓦政党联盟 获得一个部长职位 那就是南西苏克里 对于这份所谓的内阁名单 许多被点名担任部长的在党领袖 纷纷表示不知情 伊党则是批评内视疯子 以及吃饱没事做的人所做的事情 因为他们不曾想过和巫统组成隐私内阁 早前财政部长林冠英警告 沙拉瓦将在三年内破产 结果惹怒了沙州政府 当局除了发表文告 用数据打脸财长 沙州首长阿邦·佐哈里 更是毫不客气的炮轰领冠英 就连基本的会计支持也不懂 并强调 州政府花钱的同时 也有各种收入来源 勿求达到收支平衡 他也说沙州拥有300亿令吉的储备金 归功于州政府谨慎开销的负责任态度 而且从今年开始 州政府征收5%的私有销售税 预计将为沙州带来更多的收入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百隔城报 我们再会